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Python的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Python3 VENV虚拟环境 这个是Python3自带的一个虚拟环境的建立模块 今天我给您讲解一下 今后咱就不再使用Virtual ENV了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知识点有三个 第一 使用Python自带的虚拟模块 咱们建立一个工程 或说叫做项目 然后咱们使用的是Python最新的版本3.8 因为我这个是Ubuntu 20 所以说版本我可以指定个小版本 3.8.2 然后咱们向Virtual ENV说再见 是这样 我在去年做过这么一个PythonVirtual ENV的视频 给您介绍了一下Virtual ENV的 Python虚拟环境的三大神器之一 以下是我这个视频的链接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访问一下 但是今后咱们就不再用Virtual ENV了 为什么 是因为 Virtual ENV它是一个第三方的工具包 其实Python它们自己的工具包中带了一个VENV 咱们用Python自己的模块就足够了 好那咱们先手续马上开始 实战演习 首先说我今天操作的环境是Ubuntu 20 Ubuntu 20里面它默认已经装上了3.8的模块 如果您用的是其他的Linux 或说您用的是Windows 您用的是Mark 您需要自己进行安装 我推荐您使用Python的最新版本3.8 好那咱们马上开始 马上实战一下 我这开一个终端窗口 最大化 然后把字体调大一些 好吧 然后咱们先干什么 首先咱们先装一下Python3 因为我装过了 对吧 所以说咱们直接看一下就行了 我直接敲apt 售一下它就算了 大家请看 我已经装上了3.8 小版本号是3.8.2 没问题吧 同时 咱们如果想使用Virtual模块的话 咱们还得需要再装这么一个包 大家请看 叫做VENV 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在Windows中是没有这一步的 因为什么 因为Windows Python3的安装包中 自带了VENV这个模块 但是在Linux中 咱们需要手工安装 这个系统我已经安装过了 咱们看一下 先清一下屏 apt收 然后敲上 会撤 大家请看 我已经安装了 是吧 也是3.8的版本 它匹配的是382 没有问题吧 有这个两个模块之后 咱们就可以进行安装 没有这两个模块的朋友 请您首先安装这两个模块 推荐您使用3.8 Python的最新版本 OK 该怎么做 咱们就要建咱们的虚拟环境了 对不对 怎么建 马上开始 试一下 我在我本地先建一个 MyWork 这么一个我的工作目录 然后进入它 这个也可是您 比如说工作室的学习区 学习用的专业目录 或者是您在项目目录 都可以 今天咱们就叫MyWork 在这下面之后怎么办 咱们挑Python3 然后空格加上一个-m 这-m是什么 是说使用Python内置的模块 然后模块名叫什么 Venv 比如说我用peep 这叫peep都可以 然后再空格 再敲上咱们的项目名 或者说子目录名 把它敲上 试一下 注意看 Go 正在创建 创建成功 咱们list一下 出来了吧 这么一个目录 那咱们进入它 好 再list看一下 这个就是咱们给咱建的一个 虚拟目录 或说叫做虚拟环境 咱们编代码 是不放在虚拟环境中的 它只是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虚拟环境 咱们在这个环境中 可以装各种各样的Python包 咱们自己的工程代码 是需要咱们单独建文件 有朋友说 我就建了我的文件加下行不行 当然可以 但是我不推荐 咱们返回到上一层目录 比如说咱们再建一个 myproject 这么一个目录 可以吧 咱们把咱们的项目的代码 放在myprg目录下 然后咱们myenv 是做咱们环境的管理 OK 那么有朋友说了 我学Python 对吧 我用这个Python 安装我的第三方的包 不都挺好吗 你干嘛还需要装个虚拟环境 是这样 如果您没有虚拟环境概念的话 您做的包都会装到Python的全局区 这样不便您管理 为什么 比如说咱们做公司项目 咱们可能要做好多 同时做好多的项目 每个项目用到的 Python的第三方的库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么咱们就需要为每个项目 建一个单独的环境 对吧 OK 先收回去 马上开始 进入咱们的环境 咱刚才应该是已经进来了 咱们再进一遍 进来之后 清一下屏 干什么 激活这个环境 换句话说 咱们仅仅是建了一个项目 建了一个目录 咱们怎么激活这个项目 或者说怎么激活这个环境 用这个命令 大家请看 在Windows下 就直接敲active.bt就行 但是我是李纳克 或者说Mark的朋友 要敲soul子 执行这个脚本 在咱们虚拟环境当中 有一个子幕叫做BN 这BN下 就有这么一个叫做active 的这么一个执行脚本文件 咱们用soul子命令 去执行一下它 就可以 试一下 清空 稍等 拷贝一遍 好 一回车 大家请看 进行成功了 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括号 然后是咱们的环境名 也就是说 咱们现在进入了咱们这个工程环境 咱们在这里面 敲peep list看一下 这个环境中 默认给咱们装装了三个包 这包是干什么的 这包我还没用过 一个是peep 这个让咱们安装第三方的酷 对吧 Soul子 这是设置一些环境的东西 但是大家注意 这两个工具未必是最新 那么怎么办 咱们需要更新它一下 但是在此之前 咱们先看一下 咱们现在这个 虚拟环境中的python的版本号 没问题吧 peep的版本号 没问题 OK 接下来 咱们要对咱们内置的这两个包 进行一下更新 用我这个命令进行更新 清评 看一下 怎么更新 python 刚才咱说了 空格 要执行python里面的模块 哪个模块 peep 干什么 安装 然后进行peep的更新 好吧 回车 注意看 大家请看 刚才咱们版本号是20.02 咱们更新成20.1.1 好 咱们再叫peep list看一下 many 说明咱们的peep已经更新完 同时咱们把setup tools也更新一下 英语叫tool 日语叫次鲁 特别难听 好 试试 go 大家请看 刚才咱们版本是4400 对吧 现在变成了4731 peep list看一下 没问题吧 说明咱们虚拟环境中的安装包 已经是最新的版本了 OK 接下来干什么 接下来我想在这个环境当中 再安装一个其他的模块 第三方库 比如说咱们机器学习最常用的 num牌 没问题吧 现在最新的tensorflow 2 已经把num牌集成进去了 今后我给您讲 机器学习的时候咱再说 好 在咱们现在的环境中 咱们再装一个num牌 稍等我清一下屏吧 好 试试 go 正在安装 成功之后 peep list看一下咱们本工程的一览 大家请看num牌装进来了 1.19 没问题吧 OK 使用一下 怎么用 我需要建一个python文件 但是我跟您说过 咱们现在待的这个目录 是咱们环境目录 咱们的原代码 不要放在这个目录下 那么该怎么办 退出 进入咱们刚才建的myproject 行吧 清下屏 咱们在这个地方 咱们建一个python文件 这个python文件中 用到刚才咱们安装的num牌 试试下 go 好 我把这个 我预前给您做的这个代码 拷备过来 大家请看 咱们这num牌就这么三行 我实力化一个数字 然后把它输出 就完了 对吧 但是咱们会用到这个第三方的库 拷过来 就三行 存盘 对出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执行一下 这个mendipi 看看能不能成功 首先大家请看 我现在还在我的环境下 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在我的环境当中去执行 哎 赵总 我刚才一拷贝的话 他就默认给拷贝到这个剪贴板里了 执行python 然后是man.num python 对吧 咱们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输出的数组 12345 就是咱们刚才定义的这个数组 对吧 然后print输出 也就是说 咱们在这个环境中安装的numpy这个组件生效了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 今天最后 我这个编写都完成了 我工作也完成了 我现在想回家了 对吧 那么我需要退出我的环境 换句话说 我可能这个环境的工作我做完了 我想再进一个其他的环境 那怎么办 那需要退出咱们现在环境 怎么退出 用这个命令 deactivate 用这个命令 注意看 我一回车有什么变化 大家请看 前面这个my因为消失了 那么也就是说 我退出了刚才的咱们那个虚拟环境 那么在这个环境 现在这个当前环境下 我再执行一下 我这个mend.python会怎么样呢 这个文件里面可是inport的numpy 那个包吗 对吧 好 试试看 还能不能执行成功 大家请看 连python都没有了 因为我退出环境 这个python是那个环境中的命令 我现在在博 只要本地敲3.8应该是 数一看 也不行吧 为什么 因为他说没有找到这个模块 python 也就是说 咱们退出那个环境之后 那么那个环境里面所安装的一些第三方的工具包 在咱们本地是不能够使用的 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把咱们不同的项目建立成不同的虚拟环境 然后咱们再在其他的原代码文件夹对它进行管理就可以了 非常非常的实用 非常非常方便 一定推荐给您 您一定要学会 今天我给您的这个知识 为因为 虚拟环境建立模块的具体的使用方法 不知道您听完没有吗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所有的内容了 python3的功能模块多如牛毛 今后我会一点点的给大家讲解 希望您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OK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